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慈济新加坡分会举行了岁末感恩发放 209位的照顾户 西家带眷前往温馨相聚 感受大家庭的团圆气氛 慈济志工还提供了免费的健检 易检还有美味的素食佳肴 让照顾户健康欢喜的过个好年 而针对日前海地发生强症灾难 长期接受关怀的照顾户 也都手心向下捐出了主筒零钱 更有的照顾户也将刚领到的红包 马上捐了出来 启发善的循环 一大清早 新加坡分会禁止堂就热闹腾腾 慈济人与照顾户齐聚一堂 就像一家人的大团圆 透过活泼的新年舞蹈 振奋人心的气球表演 精彩的贺岁节目 给大家带来了欢乐的新年气氛 不仅如此 现场也提供粮血压 咽血还有益减 希望照顾户荣光焕发 健康欢喜好过年 排着长龙 照顾户纷纷将竹筒零钱捐出来 汇聚善心 要送爱到海地 才刚找到新工作的郑先生 也将领导的红包全数回卷 我觉得很高兴 应该是帮一些 那是比我更需要的人 我就想说觉得 我已经可以工作了嘛 不需要去 应该去可以工作去工作 应该帮人就不帮人了 深深受到感动的 还有这位来自柬埔寨的阿春 因为婚姻不美满 自己又染上恶极 阿春曾经对丈夫充满怨恨 也有亲生的念头 幸好慈祭人的爱 让他放下称恨 每个月还以婆婆的名义捐款 为婆婆支付 志工的真诚 也让从小失去母亲的丹妮 忍不住想换志工为妈妈 以感恩 尊重的心 双手奉上生活物资 志工和照顾户彼此祝福 开脱宽广的人生道路 明年会更好 大爱新闻 人文真山美志工 新加坡综合报导 明年会更愛 新加坡综合